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一群妓女里有人被杀了 身体的器官被外科手术一般的手法取了出来 省下还压着当时只有贵族才吃得起的葡萄汁 德伯大叔去破案 结果他爱上了妓女里最好看的一个 于是两人一起拼凑线索探案 他们发现妓女中的一个人 嫁给所谓的画家其实是英国王子 而且妓女还把梅毒传染给了王子 于是为了维护王子的名誉 一群共计会成员 用了秘密仪式来惩罚妓女 要把所有的知情者都杀掉 他们发现了真相解决了共计会成员 男主角为了避风头没有在一起 男主继续去吸食鸦片 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现了浓浓的伦敦东区风情 这里有阴郁潮室的街道 鸦片馆和战结女 也有达官贵人的暗中来访 每个城市带有自己的光明面和阴暗面 看似永远不会打交道的人 也会默默地互相接触 让光明和阴暗两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电影硬伤非常多 比如说王子和妓女 在电影里就是被描绘成 嫖客和幸福人员的关系 并没有表现一丝丝真爱的样子 而编剧明显是共计会阴谋论者 从丹布朗达芬奇密码 魔鬼与天使之类的书里 就可以看出这些阴谋论 相信者们对共计会的美好幻想 这里面幻想的程度 不亚于那个经典的笑话里 只买得起一个烧饼的穷人 对地主老爷的幻想 就是能买十个烧饼扔九个的程度 阴谋论总是让人很着迷 因为总是可以把一些未知的东西 推给权贵或者所谓的大家族 宗教密会 但是他们真的手握如此大的权力 会如此关心 接上几个不知名的小鸡女吗 不知导演在2001年 拍完电影的13年后 在2014年看到开堂首 杰克的真面目 只是贫民窟里的一个精神病 穷国移民的时候会怎么想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